吃飽喂,我是阿丘啊! 一直覺得客棧演新底的名字 王才華飾演的張家漢的媽媽那個角色呢? 演得超級好! 他怎麼可以沒有入圍金馬獎! 最佳你配交將啦! 後來我打開入圍名單看一下 恍然大悟,應該是被親愛的房客的成熟方阿姨 同類排擠效應的類型的角色去比下去的 簡而言,這就是不論是柯你的媽媽 還是房客的媽媽都是很重要的同志的媽媽的角色 那同志的媽媽的角色這一題有多重要呢? 你去看柯在你心底的名字或者親愛的房客 就會知道說陳淑芳阿姨 他飾演的周秀瑜的這個角色 算是鄭友杰導演在《親愛的房客》 這整部電影裡面算是被刻畫的最完整 最有血有肉的一個角色 這個世界上其實我們不知道有多少的同志 他們雖然可以雲淡風輕的說 雖千萬人而無王也沒有在撤銷這個世界 可是他們都會過不去的一個關 叫做媽媽那關 他們是同志心中最難割捨的一塊軟熱 那如果獲得媽媽的理解 就會變成他們人生中最大的救贖 那可能對同志來說就真的很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阿姨的戰利分析圖 阿姨她的人設會給她5分 真的不是在給假的 因為她在故事裡面飾演的 可是男主角林建一的婆婆啊 我的婆婆那麼可愛 今年大家都知道 但如果同志的婆婆也那麼可愛的話 那根本就是一萬分 不用筆記碼獎了 直接把獎座搬給陳舒芳阿姨就可以了 蘇芳阿姨的施展空間非常的滿 不得不說這個5分 施展空間的5分 因為一點點小作弊 因為畢竟在親愛的房客裡面 陳舒芳阿姨其實是用女主角的Gia 的份去競爭最佳女配角獎的 所以觀眾可以很足夠的看到很多的篇幅 去理解這個台灣的柯克的媽媽的角色 在電影裡面 周區域一開始非常的無情 就是一個無情的臭老太婆 甚至有點很 非常淋漓的存在 那媳婦林建一不論做的再怎麼多 還是都會嗆她 說你竟然在做見你多 我兒子就會換過來嗎 還是就是那種非常不盡人情 很難以取悅 可是又非常寫實的 台灣婆婆的那種臭老太婆的形象 可是漸漸的過程裡面 我們又可以感覺到 這個角色一點一滴的 在做一些逐漸軟化 漸漸的把例如說林建一 當作她的一家人 那證據就是她在林建一面前 會展現她那種很誠實的 老男孩子的部分 她會給她的眼神亂瞄 去注意林建一在幹嘛 然後假裝淡定的 交代一些很重要的領養的那種事情 這些都是阿姨她在演技拿5分 甚至會拿得很踏實的地方 而且後來她甚至會 直接在口頭上跟林建一和解 甚至是認同林建一 也就是這樣 阿姨在這個其實蠻歧視老人社會裡面 還可以紮紮實實的拿下 螢幕魅力啊 象徵觀眾緣的那種四分 甚至我覺得可以給她更高分 都不為過 最後當阿姨她在問林建一說 我兒子跟你在一起幸福嗎 甚至是直接跟她講說 其實我早就已經沒有在怨你了 你也不要再自責了 這種讓人家噴淚的那種謊 也整個擄獲了觀眾的心 也讓我發現 其實親愛的房客裡面 人物關係架構 尤其是成熟方的存在 阿不就是李安的喜宴裡面的狼熊嗎? 還記得狼熊最後呢 她在對兒子偉童的伴侶 賽門就是兒媳婦 同樣那一套 親情的喊話那一套 有沒有 不但有動人的和解關係 也有祝福孩子的感情的意味 那其實對狼熊 或是對成熟方來說 喜宴啊 親愛的房客 兒子其實剛好 他們的兒子剛好都有生小孩 所以他們其實 沒聽啊 有得到孫子 對這種長輩來說 在情理上 很容易更容易 對同志兒女的愛情 給予祝福 而且門檻遍地的意思 不過喜宴是發生在27年前 而且是一個喜劇報裝的故事 親愛的房客時代背景 設定在9年前 2011年 9年前的親愛的房客的故事 搞得好像比27年前的喜宴 還要悲情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震驚啊 想說原來現在同婚都合法了 都過了 但是好像原來同志的社會處境 其實並不是很樂觀喔 這其實真的很正常 就跟女生的處境一樣 君不見 法律規定 男女平等 這種事情 已經大家行之有年 可是你自己去問問看 有多少女生 真的是拿到法律 保障過的平等的財產 然後沒有被破籤放棄的 總之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阿姨的得獎場 得獎場就爆發力啊 那種象徵很厲害的 大家眼睛一亮的場 只能給阿姨5分 你最喜歡阿姨的哪一場得獎場 真的是多不勝美局 很多場戲都讓人印象深刻 但我就只講一場 就是魔王得獎場 但是阿姨她在酒病驗室 醫院開的藥 吃了沒笑 也沒認真看醫生 那後來身體沒況愈下的時候 她要林建益去幫她 購買一些違法的藥物 她也知道 林建益這個媳婦 一定會幫她涉嫌 去買一些止痛藥 所以她晚上痛醒來 就剋藥了 剋藥之後 就開始進入一種 非常奇怪的狀態 大家觀眾其實不是很能清楚說 阿姨你那時候是嗨還是痛到瘋掉 失去理智 還是說在那個小孩子白倫英的面前的視角看起來 本來就很無法理解的大人的那種狀態的一個放大效用 總之在阿姨用那種哭笑交雜 超級魔性的跟空中對話 跟空氣對話 跟一個靈魂 她兒子對話的那種驚悚靈中的那種樣貌似的 露出一個慈母的微笑 喔那個都是華語電影觀影經驗的觀眾從來沒有經驗過的事情 極度複雜的一個老人的臨終的情境 臨死之前還這麼有的情緒張力 這不是得獎場 什麼是得獎場呢? 好!配版定案 2020年第57的金馬獎 最佳女配角獎 我們就頒給親愛的房客 煮方阿姨 其實其他女配角入圍者我也都還蠻喜歡的耶 只是說這一次大家可能要讓大家盡腦遵循一下 也不會有人有意義啦 我是雀雀 2020年第57屆金馬獎 最佳女配角獎 入圍者屬方阿姨 戰力分析 就在這裡囉 今年雀雀一樣看好看滿 金馬獎所有的入圍片 長片二二三部 動畫兩片 短片十部 還有五部紀錄片 其中一部還超級長 一共四十部電影 都有看好看滿 歡迎敲碗其他獎項 或入圍者的戰力分析影片喔 金馬奔騰獎記 大家下次一起聊吧 yo check it out 破萬了 謝謝大家支持 想要聽什麼 卻卻講的影劇嗎 歡迎留言 再告訴我任何地方都可以跟我交流 還有什麼 破萬要開我欸 一起來 拜拜 拜拜